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老总看到后 召集战士们说 你们平时不 是都吹嘘自己是种地好手吗 今天机会就来了 全都给我亮出真本事来 陈老总亲自带着大家去农田 帮着老百姓收割冬家 查种稻苗 非常的麻烦 有人问 陈司令也会种地 陈老总大笑着说 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 哪有不会种地的道理 我如果不参加革命 种地也是个好手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展开全文新四军 竟然给老百姓种地 消息传出后 老百姓都不敢相信 就问一名新四军战士 罗民党的军队抢我们的粮食从来不给钱 你们不会也是来抢粮的吧 战士笑着说 抢粮 陈司令要知道了 还不得枪毙我 新四军离开高春时 老百姓纷纷从家里拿出粮食 说这是我们自愿送给新四军的 请务必收下 陈老总啊 不过老乡的热情 只好收下 但全部按试价给钱 前来送行的国民党县长感慨地说 国民党要是有这样的军队 还怕什么日本鬼子 陈老总经常对战士们说 自古以来 强老百姓财务的军队没有打胜仗的 以后每到一个地方 都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老百姓自然就会把咱们当亲人 不过 有一次 陈老总却遇到了一件奇怪的事 1946年 陈老总率军进驻山东临城早庄靴城 因为走得粗忙 没再够盘晚 陈老总就派司务长带着战士去乡亲们家里借点 没想到 大家转了一圈 空手而回 陈老总批评他们说 一定是你们态度不好 战士委屈地说 司令 您去试试 一样借步来 陈老总当然不信 来到几户人家敲门 根本没人理他 总算有家人让他进去了 陈老总看到一个大嫂正坐在院子里 就说 老板娘 我们是新四军 借点盘晚用用 大嫂很不高兴 瞪着陈老总说 我知道你们是新四军 刚才就是你们的人来了 可新四军也不能骂人啊 陈老总一头悟 谁 问 谁骂你了 你指出来 我一定严肃批评他 没想到大嫂指着他说 包括你在内 都骂了 陈老总更糊涂了 经过打听 陈老总才知道 这是因为 自己不了解当地风俗所致 原来 陈老总和很多战士都是南方人 他们对陌生人一般都尊称为老板 老板娘 可在山东临城这地方 老板 老板娘是指寄院的老宝子 但这行的能有好人吗 所以 大家乱叫老板或老板娘 得罪了当地的百姓 陈老总哭笑不得 赶紧下令 按北方的洗俗 一律叫大爷 大娘 大哥 大嫂 谁在乱喊老板 老板娘 严肃处理 后来 陈老总感慨地说 刚开始觉得这是挺可笑 但仔细一想 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 尊重当地老百姓的风俗 比帮他们种地收粮更重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